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一下语文原第一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个部分十字加油站的部分 来看一下 这是一首谜语诗 先和老师一起来读一读 一片两片三四片 五片六片七八片 九片十片无数片 飞入水中都不见 这是一首什么 谜语诗 让我们来猜一猜 这首诗它描绘的是什么事物呢 先来看一下这首诗的内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这些词都是什么词啊 这些词呢它都是数词 表示数量的词 而后面跟的片片片 这些是什么词啊 这是量词 所以呢前面的两句包括这一句都是在描绘它的数量 那它的数量怎么样呢 有一个词叫做无数 无数说明了什么呀 说明它的数量特别特别的多 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 数量多 那接着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句 飞入水中都不见 说明了什么 遇到水它就消失了 那通过这两个特点 你能够想到什么样的事物呢 这是在描绘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是在描绘的是雪花 冬天的时候飘飘洋洋的雪花 它的数量是非常多的 而且呢 它浴水就是消失不见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在这首小诗当中 我们需要会写的字 第一个字读作八 八八一声八 八这个字我们来看一看 它是由两笔组成的 第一笔是撇 第二笔是钠 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 这个撇它要比钠稍微的低一点 钠的高度是要高于这个撇的 我们可以组词八角 这是一个调料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组词八个七上八下等等 造一个句子 有一种调料名叫八角 在下一个字读作十 十 十 二声十 十这个字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由两笔组成的 第一笔是横 第二笔是竖 我们来看一看 它书写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 横要写到横中线上 而且呢写的时候它不是特别的水平的 而是有一些稍稍的像右上倾斜的这样的一个样子 竖要写得非常的舒展 写到竖中线上 我们可以组词十颗 除此之外呢还可以组词十个十月等等 来看一看这个句子 只剩下十颗珠子 其他的都丢了 再下一个这是我们讲到的八字和十字的一个书写的指导 八字呢 这个撇是低的 那是高的 非常重要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撇低而那高 撇在起笔的时候是比较重的 慢慢慢慢的就要给它减轻了 而那在撇的是右上方起笔 行笔的时候是比较的重的 而且呢是逐渐的加重的 撇和那 注意这两者是不相连的 他们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那十字我们在书写的时候要先写什么 先写横再写竖 写横的时候右面要略略的高一点 那数呢一定要写到数中线上去 这是八和十的书写的要求 那接着看一下我会认的字 这个字读什么 六 六 六 死生六 六这个字我们来看一看几笔 第一笔是点 第二笔是横 第三笔呢是一撇 第四笔是一点 它是由四笔组成的 我们可以组词六月 还可以组词六个 造一个句子 马上到六月了 天气渐渐热了起来 到六月的时候就要逐渐的进入 夏季了天气就会慢慢的变热了 好接着再来看下一个字 这个字读作七 七七一声七 七这个字我们来看一看 它是由两笔组成的 第一笔呢是一横 第二笔是树弯钩 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 这一横呢是稍稍的向右上有一点点的倾斜 我们可以组词七天 还可以组词七月七个等等 造一个句子 一个礼拜有七天 每到周五的时候你们会不会特别的高兴 马上就要到周六周日了 又可以放假休息了 再下一个是这个八字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 八角是一种调料 还可以组词八月八个 再下一个是这个九字 我们来看一看 九九九三声九 九字我们在书写的时候 先写第一笔 那第二笔呢叫做横折弯钩 一定要注意横折弯钩 我们可以组词九点 还可以组词九个九月 造一个句子 已经九点了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 已经很晚了 爸爸还没有到家 接下一个字是这个十字 刚才老师也已经讲过了 我们除了十刻之外 还可以组词十月十天等等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 字词句的运用 读一读笔一笔 来看一下这两个字 你会读吗 第一个字读什么 读的是人 天地人当中 那一课我们学过的 人 人 人 二声 人 那第二个字呢读什么 读的是天 天 天 医生 天 那这两个字来看一看 他们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人字 加上 两行 就变成了什么呀 就变成了 天 对不对 我们通过加两笔 就会让它变成一个 新的字 那这两个字呢 它就是一个 行进字 人字呢 加上两行 就变成了 天 那我们来猜一个啊 有一个字呢 可能大家还没有学过 我们给它加上一笔 它读什么呀 读的是大小的 大 所以我们在学习汉字的时候 可以通过加减笔画的方式 来记忆汉字 接着来看这个 第一个字读什么 口 口 口 三声 口 那第二个呢 读作 甜 甜 甜 二声 甜 这两个字 也是一个 行进字 这两个字呢 它也是一个 行进字 在口里面 加上一横 一竖 就变成了 甜字 也就是说 一横一竖 就是一个识字 加上一个识字呢 它就变成了一个 甜字 好 接着再来看 这个字呢 第一个字读什么 第一个字读作 日 日 日 死生 日 那第二个呢 读作 木 木 木 死生 木 那日和木 来观察一下 它们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日中间是 一横 而木呢 中间是 两横 也就是说 在日上 再加一横 就变成了 木字 那我们怎么记忆这两个汉字呢 我们可以用图画的方式来记忆 日代表的是什么呀 太阳 可以把外面想象成一个圆圆的太阳 而木呢 像什么 像我们的眼睛 对不对 木就表示的是眼睛的意思 所以这也是一组行进字 在日里面加一个横 就变成了木字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书写的提示 来观察一下这两个生字 二和三 二和三在书写的时候都要怎么写 都要从上往下开始写 写字的时候要注意 把做姿做端正 然后握好笔 把笔给握紧了 你才能够把这个字写到好看 那这个二字在书写的时候 第一笔横是短的 第二笔横呢 是长的 从上往下去写 那这个三字呢 第一笔横 第二笔呢横 这第二笔的横是短的 是要写到横中线上的 第三笔的横呢 是最长的 写到下半格的 所以这二和三 它们都是从上往下写的字 一定要注意 以顺的规则是从上往下 那再接着来看这个字呢 十和和 它们在书写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规则呢 十先写什么 先写一横 对不对 然后再写一竖 而和呢 先写的是什么 横平 再写一横 然后再是一竖 所以这两个字 它们在书写的时候 都是先写横 后写竖 就是它的一个笔顺的规则 先横后竖 那我们来看一看 具体的在填字格当中写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呢 二在书写的时候 要注意 它要两横均匀的 居中上短 下长 然后上横呢 是在上半格偏下的 而下横呢 是在下半格偏上的 收笔的时候 一定要稍微的停顿一些 那再来看一下这个三字 三字 它这三个横的长短 是不一样的 然后它们的间距是相等的 上横呢 是在上半格的中部 那中间的这一横呢 是在横中线上 它是最短的 那下面的这一横呢 是最长的 在下半格的中部 再看一下十字的书写 十字 整个字都是居中的 这一笔横呢 是从横中线上起笔的 但是在实际书写的时候 一定要稍稍的向右上去倾斜一些 然后第二笔书呢 是沿着竖中线向下走的 收笔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是要平缓一些 比较顺滑 它是和横相交叉的 再来看一下这个盒子 盒子的第一笔是一个平平 比较的平缓 然后在居上略偏左的位置 那横笔呢 是要写到横中线上去 竖笔呢 是要写到竖中线上去 最后的一篇 一定要写的稍微的舒展一些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实际的书写 二三十和 同学们在书写的时候 一定按照书写的指导规则来进行书写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日积月累的内容 这个日积月累呢 是一首古诗 先和老师一起来读一下 永鹅 唐 洛宾王 鹅 鹅 鹅 趋向 向天歌 白毛 福律水 红掌 波 青波 题目叫做永鹅 永就表示的就是 歌永的意思 这是一首歌永 鹅的诗 那他的作者呢 是洛宾王 我们要注意 这个洛宾王呢 是我国古代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诗人 他是哪个朝代的呢 是唐朝的 一定要注意 唐朝 那这首诗呢 据说是在洛宾王七岁的时候 写的那么小的一个孩子 是他那个时候写的 说相传有一天 有一个朋友到洛宾王的家里去做客 听闻这个洛宾王呢 非常的聪明 就对他说 哎不如你来做一首诗吧 那这个洛宾王呢 就看着窗户外边的这个白鹅 随即就 随即就引咏出来了 永鹅这首诗 那这首诗呢 也体现了这个洛宾王 小的时候 他是非常的聪明 有才华的 这首诗呢 生动的描绘了白鹅 在水中 细细的一个神态 表达呢 是作者对这个鹅的一个喜爱之情 把这个鹅描绘的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美丽 正是因为原子他内心对他的喜爱 那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 永鹅这首诗里面关键字的意思 第一个永鹅 永鹅 永是表示什么意思啊 引勇的意思 永鹅呢 就是说用诗来赞美鹅 第二个 趋向向天歌 注意这个字读的是医生趋 趋是表示什么意思呢 弯曲的意思 那这个向呢 指的是什么啊 脖子 指的是我们的脖子 趋向呢 就指的是弯着脖子 说这个鹅呢 他弯着脖子在向天歌 歌是表示什么意思呢 歌就是长鸣的意思 也就是说 他弯着脖子对着天在叫呢 白毛 浮绿水 白毛是说 这个鹅 它的鱼毛是白色的 而这个水呢 是碧绿的 形容这个水非常非常的清澈 红掌 波 轻波 红掌 那鹅的脚掌 是什么颜色的呀 红色的 这个红色的脚掌 在干什么呢 波 轻波 波表示的就是滑动的意思 轻波呢 就是水 那鹅一滑动这个水 水面上就会 水面上就会泛起 淡淡的波纹 红掌波 轻波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首诗当中 它描绘出来的色彩 有白 有绿 有红 还有就是这个水的 轻波 对不对 这些色彩呢 就把这个鹅游泳食的状态 给描绘得非常的美丽 那通过这些色彩词呢 我们也能够想象到 当时那个美丽的场景 来看一看 它的一个诗意的理解 白鹅啊 白鹅 弯曲着脖颈 对着天空鸣叫 白色的羽毛 漂浮在碧绿的水面上 两只橙红色的脚掌 在水中滑动 滑出淋淋的波纹 这是对整首诗的 诗意的一个解释 同学们可以参照诗意 来理解一下 这首诗 最重要的是呢 是要把这首诗的内容给它 背过 把里面的字也要会写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和大人一起读的环节 这是一个小小的故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故事的题目呢 叫做小白兔和小灰兔和老师一起来读一读 老山羊在地里收白菜 小白兔和小灰兔来帮忙 你看老山羊收白菜的时候 他们两个来帮忙说明了什么呀 说明这两只小兔子 非常的尊老 对不对 他们乐于助人 主动的去帮这个老山羊 收白菜 收完白菜 老山羊 把一车白菜 送给小灰兔 小灰兔 收下了 说 谢谢您 我们来注意一下 这个关键的用词 您 表示的是什么 是对老山羊的一个尊称 谢谢您呢 就表现了这个小灰兔非常的有礼貌 老山羊又把一车白菜送给小白兔 小白兔说 我不要白菜 请您给我一些菜籽吧 老山羊送给小白兔一包菜籽 我们来看一下 老山羊分别给了小白兔和小灰兔一车的白菜 小灰兔怎么样啊 收下了 而这个小白兔呢 他没有收下 他反而要了什么呀 要了一些菜籽 那这个时候小白兔和小灰兔之间 他们两个就不太一样了 对不对 那我们根据这个内容来看一下后面的最终的结果 小白兔回到家里 把地翻松了 种上菜籽 过了几天 白菜长出来了 小白兔常常给白菜浇水 施肥 拔草 捉虫 白菜很快长大了 我们来看一下小白兔的这一系列连贯的操作 首先呢 是把地给翻了 然后呢 种上了菜籽 又给这个菜呢 去浇水 施肥 拔草 捉虫 树牛这个小白兔怎么样 非常非常的勤劳 那再下一个 小灰兔把一车白菜拉回家里 他不干活了 饿了就吃老山羊送的白菜 那我们读完这一段之后就看到了有一些的区别 是不是 小白兔和小灰兔 他们二者之间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老山羊同样送了白菜 小灰兔收下了 小白兔呢 没有药 小灰兔饿了就吃白菜 一点活都不干了 非常非常的懒惰 而小白兔呢 把菜籽拿回家以后 翻土 种菜 还去给他浇水 施肥 捉虫 拔草 说明了他非常的勤劳 这两个兔子之间 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怎么样 过了些日子小灰兔把白菜吃完了 又到老山羊家里去 要白菜 更加体现了他的懒惰 这时候他看见小白兔挑着一袋白菜 给老山羊送来了 小灰兔很奇怪 问道小白兔你的菜是哪来的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小灰兔吃完菜之后又去要菜了 而小白兔呢 把他自己种的菜又送给了老山羊 说明我们的小白兔呢 是一个真图报的小白兔 小白兔说 是我自己种的 只有自己种才有吃不完的菜 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这句话 这句话呢 点名了我们整篇文章的一个中心主旨 也是告诉大家的一个道理 我们通过这个故事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明白了一个道理 只有自己种的菜呢 才会有吃不完的菜 也就是说只有自己去动手 才能够丰衣足食 来看一看我们在阅读的时候 应该怎么去读呢 首先是听读 先和大人一起听一遍故事 然后再一起学着读一读 注意不要遗漏内容 同学们读的时候 可以伸出你们的小小的手指 一个字一个字的去给他点读 第二个 听读结束以后 回忆故事的内容 对照原文大声的去朗读几遍 当我们把这个故事弄清楚 弄明白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对照着原文去大声的朗读了 第三步呢 读书后读给大人听 或者邀请大人跟自己一起读一遍 和你的爸爸妈妈和你的老师 一起来进行交流 那我们来看一看 在读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分角色朗读 或者是表演读 这是两种不同的形式 分角色朗读应该怎么读呢 就比如说 自己去读小白兔的话 那让大人呢 去朗读老山羊和小灰兔的话 在读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想一下 他们应该分别用什么语气来说话呢 然后和你的爸爸妈妈 或者是和你的老师 一起来配合着 把这篇文章分角色读完 那第二个呢 就是与大人交换角色 再读一遍故事 比如说第一遍的时候 你自己扮演的是小白兔 那大人呢 扮演的是小灰兔和老山羊 第二遍再读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自己去扮演小灰兔和老山羊 让大人呢 去扮演小白兔 接着和大人说一说 自己从故事中想到了什么 这个想到的内容呢 也就是刚才老师给大家讲到的 你通过这个故事 获得了怎样的收获呢 有什么样的启发呢 第三个就是邀请大人和自己演一演 小白兔和小灰兔谁做的好 你喜欢小白兔还是小灰兔 通过我们的表演 我们去真切的感受一下 他们的行为动作 然后根据他们的行为动作呢 来发表自己的见解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问题的探究 小白兔和小灰兔帮助谁干什么 这个呢主要就是考察大家对这篇文章 你是不是读懂了呀 你是不是读明白了呀 小白兔和小灰兔帮的是谁呢 帮的是老山羊 帮他干什么了呀 帮他去收白菜 对不对所以说是他们帮助老山羊收白菜 那这个白菜收了之后老山羊为了感激他们 给了小白兔和小灰兔各一车白菜 他们都收下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选项 A选项说都收下了 B选项说小白兔收下了 C选项说小灰兔收下了 那我们回忆一下我们故事的内容是谁收下了呀 是小灰兔收下了 小白兔并没有要白菜 而是要了一些菜籽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C选项小灰兔收下了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道题 读了这个故事 我想到了什么 省略号来 你读完这个故事之后 你想到了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 可以多角度的去回答这个问题 比如说小白兔最后说的话 只有自己种才有吃不完的菜 说明了什么 只有自己动手才能够丰衣足食 对不对 这就可以是想到的内容 还有呢 这个白菜它总有吃完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好吃懒着 就像那个小灰兔一样 整天什么都不干 饿了就吃白菜 吃完了还去管人家药 这种行为对吗 是不对的 然后从只有自己种才有吃不完的菜 这句话当中 我悟出来了一个道理 应该向小白兔学习 要去懂得劳动的意义 明白 只有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 第三个呢 我们要向小白兔学习 去懂得感恩回报 他种完了菜之后呢 挑了一单菜去给老山羊送过去 是在感激老山羊对他的帮助 那这就是我们整篇文章的内容了 以上呢 是这一单元的语文原地的总结了 同学们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再见